原标题,事态升级,印巴两国再度发生摩擦,巴铁特中部队到印度全天近日,据印度时报报道称, 日前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度在边境地区发生摩擦,而印度军方为了战之心机,率先调集大批部队,在印巴边境开始活动。 从相关媒体透露,此次事件是因为印度被一名高级军官,在边境巡查时,遭到附近不明的军机手的袭击,导致这名印度军官直接死亡, 而印度方面认为是巴基斯坦为了报复印度,而对印度军官进行打击。 目前印度军方表示,如今在印边境,已经有44名印度军方成员死亡,其中,大部分都是与巴基斯坦发生冲突时造成的损伤。 最了解,由于印度调集重兵部署在克什尼尔地区,对巴基斯坦边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。 所以,巴基斯坦军方直接派遣了特种部队伪装进入印度境内,同时,巴基斯坦的特种部队直接突袭了驻扎在边境的印度士兵,随后,两国在克什米尔边境地区,在都上演了异常激烈的枪战。 不过,巴基斯坦军方因为参战的人数较少,所以在对战了一小时左右,巴基斯坦这支部队,就是印度重兵包围,并强势尖灭了这支特种部队。 事后,印度为了防止巴基斯坦再次派遣小分队及席印度驻地,开始派遣无人机,对该地区不间断的侦查,同时也对巴基斯坦在边境的驻军发出警告。 不过,有军事专家称道,印巴两国此次发生军事碰撞,其导火索很有可能不是巴基斯坦挑,其,而是印度厄语相加,为打击巴基斯坦找借口。 毕竟在早期的时候,每次印巴两国发生冲突,几乎都是印度率先挑起,随后就要本国媒体报道称是巴基斯坦率先攻击印度的军事目标。 另外,这段时间以来,印度军方在边境地区频频地调击空军不间断地侦查,甚至印度拉瓦特上下表示,印度随时可以对巴基斯坦来一场外科手术式打击。 从印度方面表现的态度来分析,这次事件极大程度上,是印度挑起来的。 综上所述,虽然印巴两国的冲突十分频繁,但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属于利息一流的后遗症,如果双方不互相克制,那么战争将会一直持续。 而且,克什米尔地区处在的位置也是十分重要,所以,两国基本上是不可能调和双方的矛盾,因此在这种情况下,两国的边境冲突,也就是如同家常编范般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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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